张作霖哪有心在回宁普代 也就僵养了两天棒 起身告辞 这于子山呢 老于头 老郑头 一直送出去有十人里地 难舍难离 于子山还说 老弟 哎 我现在追悔不及啊 我真打算永远跟着你 你将来不管干什么酷事 能不能给我打个招呼 也给我找条出路 我也赏着游手好闲 张作霖说好 我把地址交给你 我住的黑玉山二德沟 你可以去找我 如果到二德沟找不着我 离那十二里地有赵家庙 你到赵家庙一打击我 无人不知 实不相瞒 我还成立个小小的保险队 我是保险队的头子 别的我不敢保 只要你到了我的保险队 吃喝不抽 你子山的大嘴一脸 那好 那好 我记住了 爹 你帮我记住点啊 不定哪阵 我就冒上去 张作霖这才离开灰名谱 紧吹大马 是赶病家乡 哎呀 张作霖心说呀 简直是做了一场恶梦 将来要回忆起这些事 简直是啼笑皆非 这趟出门怎么这么别扭 事儿没办成 坑坑洼洼 竟遇上麻烦的事儿的 死了好几回都没死 往后啊 不出门了 赶紧回家看娘去 也不知道媳妇现在怎么样 姐姐怎么样 张作霖心里是万分千万 他着急呢 马当时走得快了 走到这地方叫牛心拖 离着牛心拖还有六里左右吧 张作霖急着马车往前走着 啊 从树林里蹦出一条汉子来 把张作霖这匹马就给拦住了 大吼吟声 站住 您说多大伞子 把这匹马下的前皮抬起多高了 就地转了两圈 把张作霖下的也不轻 带住坐机遗憾 这条汉子手里边拎着一口扎刀片 上师光着膀子脑袋上 勒得一块红笔 下头蹬着彩裤 靴子 怒怒横眉啊 看着一次也是刚喝完了酒 跑这街道来了 张作霖刚然一愣 马屁和后头 有人喊了一声 别跑 拉死点 张作霖回头一看 还有一位 这位长得是长重戴草帽 细高铁 细面拉的眼睛 穿了一身轻衣服 手里的提着飙梭 这亮武说的那花枪 没那鹰子 一根棍 前的是枪尖 但是摩的也非常快 就在张作霖的后心 给顶上 走一走 他把炸死 叫你穿汤葫芦 举起上来 哎 张作霖不吃眼千亏 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 下来 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 心说 倒了八百五的血霉了 刚出龙潭 又入虎穴 遇到吃生米去了 看这意思 这两位好像凶神恶煞 我可别吃了亏啊 伸手拽枪能不能拽 能 他怕一下拽不利索 那后边的枪就给他捅进去了 所以张作霖心里头挺镇定 把手高高举起来 这俩家伙一看 被截的这主挺老实 就马匹起来了 过来把马捋了捋 这匹马还不错 怎么说也只二十两银子 有一个牵着马 那个过来把扎枪放下 来搜张作霖的腰 你想想他们又没有快家伙 这是找吃亏啊 果然这俩人没什么经验 搜身的这个主 堆着决的屁股 正要挤张作霖的衣服 张作霖迅迅雷不肩而蹭 把手枪拽出来了 一甩一挖啪啪啪 就两枪 一共三发子弹 打出两发去 把这二位那帽子 整个给揪下去 他们也没想到 这位身上戴着帽烟的家伙 活都瞎飞了 当时就贪婪在地 张作霖的手枪 哆嗦了极哆嗦 真想打死一个出出气 但是一看他们下面模样 又好像没乐 心说这离这镇子里头可不太远 我呀 还是谨慎为妙 但是他手枪这一哆嗦 那两位心没笔 把眼一笔 在那等死 张作霖就骂 骂了个巴伯的 你们胆大包天 竟敢劫道 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这俩家伙 把眼睁开了 我朋友 你少说废话 你手里不要家伙吗 来 给爷来个痛快 这年月 死了 比活得强 宁愿这么死 也不愿意饿死 来 给来个痛快吧 其中那细高脚 哗啦 把衣服揍开 肚皮 露出来了 叫张作霖开枪 你看他这么一来呀 张作霖的心还软了 听他们说话的意思 走投无路 饥寒交迫呀 张作霖把这手枪啊 都揣起来了 起来起来 我方才 无非是警告警告你们 咱们无缘无仇 萍水相逢 我能要你们的命吗 这俩人一听 这真的 你真不要我们的命 那是自然的 起来起来 万一叫别人撞见 多难看呢 这算怎么回事 多谢多谢 多谢好汉 两个人站起来 脚里有点内疚 脸红脖子粗的 张作霖一问他们的名字 那个西高条 眼睛像西米尔拉的那位 姓坎呢 叫坎超喜 干那位呢 这姓有点特殊 就三尖水 高个吉时的吉 这字也念吉 叫吉金存 哦 张作霖把他们拉到边 一闹着 闹了半天 这年月没发过 大鼻子 小鼻子 土匪 官府 家的一块都差不多 横征爆炼 老百姓的日子怎么个过法 全是家里接不开锅了 走投无路 挺身走险 张作霖身表同情 劝了他们几句之后 从路套里头 拽出三十两银子来 一人十五两 这二位接过银子来 热泪盈眶 好汉 好汉爷爷 您急了得了 这点钱足够我们养家全小 这一春天 算保住了 爷爷 您留个名字吧 张作霖本来不想说 后来他们俩拽着他不放手 张作霖报名 两个人是牢牢记住 我说朋友 怎么办吧 咱们能不能冲北磕头 拔拜结交 我们交您这个好朋友 不然的话 我们觉着过意不去 张作霖也是个热心肠的人 满足他们的要求 仨人 在道边堆土为炉 插草为香 磕头卖把子了 那坎朝喜 鸡金村 将来到了奉天省 全是师长 君长 张作霖的左右手 为什么奉张 那么大的势力 张作霖有个坚实的班底 号称张家班 不说是铜墙铁壁也差不多少 这二位也是其中之一 磕完头之后 张作霖年纪小 是老弟 他们二位是老兄 把通信地点都留下了 张作霖说 这么办 你们要觉得实在过不下去了 带着家口 赶奔小黑山二头沟找我去 咱们弟兄形影不离 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好嘞 一言为定 我们把家安排安排 然后就找你去 书说简断 分手的 张作霖过了牛心托 再往前走 不远就到了大湖山 哎呀 到了大湖山 也就是上午十点钟左右 张作霖觉着这个脑袋 不得劲 两条腿发麻 两个臂膀 就好像千斤重担压的时间 连手指的尖都发麻 怎么回事 我要闹病 啊 想起来 就是在太子河叫水给泡的 那一宿好学们要闻你 大概留些病根了 我年纪轻轻的 要得了这种病 岂不耽误大事 干脆 先别着急赶路 找个地方喂饱肚子 多发点汗 休息休息 再走也不吃 骑着马 进了街了 那大湖山 那是个大地 好几趟大街 鼻管调直 做卖做卖的 新罗旗部 别看那年约那么乱 个别地区 还群热闹 大湖山就是其中之一 外围有大谱子城 全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 东西南北 还有门洞 再看门洞的话 还有人手把着 都是本地的保险队 大团的团兵 但是也不是十分阳格的 所以张作霖 就进了街了 到了大街 抬头一看 路北呢 有一座茶楼 三间门俩 虽然不怎么讲究 但挺热闹 语 张作霖把马带住 一片腿跳起来 在门前把马拴好 先把这匹马 喂上 把肚带松开 张作霖进了茶楼了 到下北看呢 还真有八成钱 就有那么一两张仙桌 把这门 他坐下来 围的是看着那匹马 一看这里边 卖大麻花 卖大饼果子 张作霖饿了 每样买了一斤 往桌上一摆 我家 汽火好茶 哎 来了 一壶毛蜂给汽上来 碗擦个被儿亮 张作霖倒上水 先喝了两碗 觉得这茶叶的味儿还不错 就这果子 火烧 糖麻花 嘎嘣嘎嘣 他就嚼开了 他一边吃着 他一边往四面看着 正这时候呢 从门外 来了一老一少 一男一女 卖茶的 进了这茶馆了 那老头 穿得特意啰嗦 胡子都敢粘了 拿着一把二胡 后边呢 跟着这丫头 能有个十七八岁 梳了一条大便 衣服 也挺破旧 但是比较干净 这姑娘在老者的身后 挺绵腾 低垂粉梗 来到里边之后 就见这老头 从怀里头 掏出个本来 那本上的镜油了 挨拙问 先生 您点个唱吧 我们这丫头唱的可好呢 有的一晃头 老头就过去了 先生 您点个唱吧 点一段多钱 十个老钱 不多 如果您带着不赋予的话 少给几个也行 转了两圈 没人搭理 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 怪不得人家都说 流落江湖上 便是博命人 甭问 这老头跟这姑娘啊 这日子啊 也够苦的 这卖唱 能卖多少钱 这年月兵荒马乱 谁有心听哪个呀 他这心的胡琢磨 还正在这么的时候 靠着锦里边有张桌 有个小的说话了 我说他过来 我点唱 张作霖一听这声 怎么那么难听 扭回头望 里边一看 坐着一位 里边十三太宝的便衣小袜 十三太宝的扭胖 外面穿着青段的衣裳 挽着白袖头 腰里的杀着无髒 丝弯板带 青段裤子 下边桌子挡着 没看清楚 辫子在脖子上盘着 一张饼子脸 两个小眼睛 在他身边 站着四名标行大汉 每人手里的一条棒子 那桌上摆的竟是好吃的 张作霖一眼就看出来了 肯定是本地的人五人六 也可能沾点关气 大概这麦唱的要倒霉 他真猜着了 那老者一听有人呼唤 赶紧拎着二胡过来了 先生来了来了 您来要点唱 往后退退 神是这个味儿 把爷爷给呛着 你赔得起吗 老者弯着腰 往后退了两步 那位把手绢拽出来 堵着鼻子 你叫那妞过来 这姑娘低着头过来了 站在桌子边上 他还差不多 几岁了 老头怕姑娘不会说话 紧搭枪 丫头说呀 十七 十七这个岁数好 会唱什么 先生我这有唱本 你点什么我们唱什么 他把唱本接过来看看 他拿起来 没有一个我爱听的 会唱那个 十八摸布 从脑袋顶上摸到脚趾头上 哇 有把小子逗乐了 找不着灵酒去皱眉 心说他妈你是个人吗 你 谁家没有姐妹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 这简直叫调戏妇女一样 那姑娘把头低得更深了 我不会唱那样的段子 开那那行啊 你不会唱那段子 你能挣钱吗 你不会唱 爷爷交给你 我交给你 什么叫十八摸 说的话 捧你吧 他把姑娘的手腕 抓住 往怀里一来 动手动脚 那姑娘能干吗 你撒手 你撒手 姑娘连哭呆寒 那老头吓得赶紧过来 先生 先生 孩子小的 你把他吓得 先生 我劝你嘛 不能滚 哎呦 这可乱套的 张作霖一见这个 实在是压不住 本来他手里的 端着杯茶呢 张作霖把这茶碗 痕迹往桌上一顿 啪 哗啦 好 碗都碎了 张作霖就站起来了 哎 我女住手 你不是女人下的 你不是娘们养的 你家没有姐妹啊 光天化日天春朗朗 你这么做 你他妈缺德不缺德 骂了骂子的 你你他妈不是个人 就说这位 长这么大 没听过这词 谁敢呢 赶紧把手松了 那姑娘利用这机会 躲到老头身后去 老头拎着二胡 躲到鸡脚下来 一看要打仗 就见这小子 稳稳当当站起来 来到张作霖进前 上一眼下一眼 看了一会儿 嘿嘿嘿嘿 他妈的来的 哪钻出一颗狗尿台来 发鼻子眼你 多出这口气 我说你连虾皮都不是 你装他妈什么身呢 你管得着呢 来啊 那四个拎棒子都过来了 哟 把这小子 带到团练公所 好好给我检查检查 给他叔叔皮子 哎 你说他们讲理吗 这四个小子 瞎棒子过来 就拽张作霖 张作霖本来不想找事 你说遇上这种事呢 想不着也不行啊 现在不动手 就得吃亏 哎呀 他就不顾一切了 使了个左右 开弓 变胖 这两拳打他 把这俩小子打得 妈呀 一声摔出多远去 把桌子也靠倒了 这下 插楼就乱了套了 为首那小子 一看 哎哟 你他妈的敢打人 过来一抓张作霖 张作霖 把他妈一闪身 轮起巴掌 这个二雷子 把这小子从里面 瘦子接上去 把槽牙都打活动了 这五个小子 从心季节 奔张作霖扑上来 张作霖 喀哒一声 把椅子腿掰下来 这顿轮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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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场合 张作霖 是从不心词手握 他把椅子腿 就扔 撑 把枪拽出来 张作霖 把那个当头 就踩到脚底 把手枪顶着 他后脑勺 他妈帮了你 MING PAO CANADA.COM